今天潛力股就講講這隻同仁堂 也是主要是看它的技術走勢的情況 一看到它 形成小箱底 一個底、兩個底 穿上頸線 這幾天的事情是一般的 它其實也算是不錯的 跑完大事 這一下衝穿上去 然後牛皮還有幾天 像是在營造旗型 我知道我剛才說的 我比較喜歡旗型 像是旗型 可以留意一下 特別留意什麼 什麼時候留意呢 穿了旗型的頂部 就可以留意一下 穿旗型 為什麼拉低一點 畫得不好 時間有限 沒辦法 這樣好一點 好一點 好一點 上面這條 不要理會了 下面這條 穿了旗型頂部 就可能形成旗型了 到時它的量度升幅都不錯 都有一些很幾毫子 接近十元 這陣子的市場 這樣的情況 如果真的有十元 都算不錯 市場這麼慘淡 生意難做 玩色艱難 如果真的穿了旗型 就可以想一想 自衣洩位 放在旗型的低點 就是今天的低點 都可以 不要爆一 可以這樣玩 日同行堂科技 كل件事情 以後 為止 普選 狂 竟 自